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的历史五千年 只有292年没有战争 其他都是年年征战 孙子兵法也特别讲 兵者国之大是死生之地 臣王之道不可不察也 我想我们常常讲 宁可白连无战事不可一日无战争 一无战备 我想这一点就是特别注意到 我们军人保国为民 这是我们的本质 但是谁又来保障我们军人呢 那就是宪法的保护 我们政府的保护 所以本期提供三点作为参考 第一 落实宪法 保障军人的权益 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九项 规定得非常清楚 有赖于军人对国家的贡献 退休以后 予以就学 救养 救医 予以保障 我想这个会期是我们穆兵制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关键时刻 第二 我们希望相关的部会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 解除一些不合实力的法条 第二 军跟公教它是显然不一样的 他父亲的时间不一样 服务的长短不一样 工作的性质不一样 以及人身自由跟家庭照顾都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 公务员的招募 挤破头 我们穆兵制门口罗雀 这就是最好的印证 第三 我们常常讲 军爱民 民进军 我们应该要全面地提升军人的士气 我们梁启超曾经讲 兵魂宵禁 国魂空 值得我们警惕 我想今年是我们穆兵制成败的一个关键点 在我们全民的共识 政府的决心 以及国军要能够争气 这三项的要求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打造一致 所谓小而军 小而强 小而实的国防武力 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如果能够做到 我相信这是我们国家之福 也是我们全民之福 这有待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